大家晚安 大家好 這段時間以來 為了宣傳四個不同意的理由 我看到臺灣公民社會的成熟 所以我要在這裡再一次的 要謝謝在這段時間站出來的所有的朋友 謝謝你們讓臺灣的民主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是要對那些還沒有打定主義 還在猶豫的朋友 我要再一次的說明 還沒有做決定 還在猶豫的人 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對特定價值的堅持 也許他們珍愛藻礁 重視生態保育 可是我也要請你們理解 政府並沒有因為要發展經濟 依舊不顧生態環境 我們把三階的開發面積縮小九成 把工業港往外推 現階段的三階方案 是能兼顧生態保育 又能夠減少南電北宋 降低中南部的空污三階 能確保我們供電的穩定 支持經濟發展 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我要請你為了國家整體的未來 為了我們能夠順利的完成能源轉型 在庭建三階的這一戲 投下不同意好不好 接下來我要向對核電有期待的朋友說幾句話 核市場坐落在地震斷層帶上 一旦發生意外將是災難 核廢料的處理經費龐大 社會成本也難以承受 無論你支持核電還是反對核電 重啟核市都不應該是選項 這議題我要拜託大家投下不同意好不好 2018年的經驗告訴我們 常常的投票隊不會省下大家的時間 為了台灣民主發展 讓攸關國家重大議題的投票 不要被選舉綁架 公投綁大選這一票 我要請求大家投下不同意好不好 好 這次公投 最具挑戰性的議題 就是美豬進口的議題 九年前開放美流的經驗 證明符合標準 而且經過政府把關的牛肉 並沒有造成食安的問題 開放進口 並不等於消費者的選擇受到限制 消費者仍然能夠自由地選擇 自己喜歡的豬肉產品 我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進一步開放美豬進口 今年美國宣布重啟TIFA 這是台灣跟美國貿易諮商對話 最重要的平台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希望加入CPTPP 這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他們也都在看我們 如何解決美豬這個困難的貿易問題 身為總統 我想請求台灣人民 理解國家的處境 支持政府的立場 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的決心 也更願意來幫助台灣 克服中國的政治干擾 我們總向世界好不好 因此 反對美豬進口這一題 是重中之重 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投下不同意好不好 這四項公投 都是影響未來國家重大的政策 請大家跟著我 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讓台灣更有力 讓台灣走出去這樣好不好 好 拜託大家 一直到明天下午四點鐘 投票結束以前 都要繼續拉票 繼續宣傳 說服更多人加入台灣隊 一起投下 四個不同意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大家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大家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